在特种作战中 狙击手的稳定发挥 往往在战局中起关键作用 因此这次集训的狙击手考核 从场地构设到科目选择都十分苛刻 200米的距离 指挥员每次从7个部位中临机指定一个 狙击手必须在3秒内完成射击 15秒内要完成对5个部位的射击 现在旅里边集中组织训练 不仅有更好的训练资源 而且各单位的狙击手集中在一起 相互之间也能够学习交流 对我们的训练成绩提高也很有帮助